20歲的孫陽知道比賽成績後激動流淚 對於南韓選手朴泰媛在預賽被判偷暴又上訴成功 孫陽說反而激勵了他一定要以奪金證明自己的實力 而上屆京澳同樣項目的金牌得主朴泰媛就以3分42秒06屈居亞軍 早在倫敦奧運開始前,朴泰媛已經向孫陽下戰輸 指對方毫無威脅,所以兩人的對決一直是這場賽事的焦點 類似方面,另一位國家選手葉思文在400米個人混合泳決賽 憑沒斷自由泳爆發,以4分28秒43快世界紀錄超過1秒奪得金牌 葉思文表示沒有想過會打破世界紀錄,相信充分的訓練是關鍵 他希望之後的200米混合泳能夠再為中國添多一面金牌 香港公平電視記者王嘉林報導 碰到 太陽光盤 homme 飛出來 薄